何谓四心 我确实真诚地喜欢过你 想过带你去看每年故宫的初雪 江南初春的烟雨 我曾愿意与你两个人独占一江秋 愿意与你俊庭枕上看潮头 铺着红地毯的礼堂 木矮沉沉的原野 我都曾愿意与你共享 我想象过和你一起生活 直到白发苍苍 垂垂牢蚁 致死方休 可我现在也确实不喜欢你了 车站年久未休 江南的砖瓦裂了凤 当初古壮南墙不回头的热血 已然冷却 抱歉了 我们就此别过吧 此生雾复见 山水不相逢 师父 为什么难过的时候没人懂自己呢 即使你的内心已经兵荒马乱天翻地覆了 但在别人看来你只是比平时沉默了一点 没人会觉得奇怪 这种战争 这种战争注定是单枪匹马的 那为什么连平时关心自己的人也不见了 你笑全世界陪你一起笑 你哭就只有你一人哭 别人只期待分到你的快乐 但懒得理解你的痛苦 这世间本就是个人下雪 各有各的隐晦与皎洁 师父 为何人被伤得多了 就不敢爱了 就像害病的眼睛闭光 破碎的伤口怕风 对人情事故的每一分通透 都是靠失望换来的 失望之后呢 终于明白故事不必逢人就讲 委屈也要自己消化 与其让别人看笑话 不如把秘密藏起来 一步一步变强大 待成熟以后 再痛的伤也只是轻描淡写了 以前觉得 喜欢谁就应该拼命对谁好 现在觉得 谁拼命对你好 你就应该喜欢谁 我门锁了没 师父说 千万的话 扎个马步可以加深印象 我马步扎了没 师父说 马步不够的话 再加个罗汉拳 我罗汉拳 我罗汉拳打了没 要不再加个龟派弃弓吧 我龟派弃弓打了没 我马步 我罗汉拳 我龟派弃弓 这次应该不会忘了吧 我门锁了没 师父 喜欢上一个不可能的人怎么办 还是照样会升起 你还是照样会升起你 师父 怎样才算彻底放下一个人 你不再处处展现没有他你过得更好 也不再觉得失去你是他的损失 不祝福不诋毁也不刻意回避 直到某天突然发现已经很久没有窥探过他的生活了 听起来好难啊 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无论他在你心里下过多大的雪 你都得收拾收拾 然后奔向出 师父 怎么看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在乎自己 他带你有多特别 你就有多重要 为你收起对别人多余的温柔 只给你全部的好还嫌不够 别人看他像一座冰山 但遇到你手心就化成冰淇淋 这就是对的人吗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团火 路过的人只看到烟 别人都懒得了解你那么深 但他愿意耐心发现你最美的一面 爱一个人不仅因为对方是谁 还因为在他眼里自己是谁 最近还好吗 日子和我都很难过 你和春风皆是过客 师父 为什么年少时喜欢的人都不能陪自己到最后呢 世间所有珍惜都要靠师去懂得 那个人现在的成熟是你有无数次争吵和眼泪交汇的 他靠伤害你长大去把温柔体贴给了来的比你晚的人 那不是很亏吗 但人这一生只有一次会奋不顾身 把一个人喜欢到极致 年少的满腔孤勇以后再也不会重来了 所以没有谁辜负谁 爱对了是一生 爱错了是青春 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死心不死心 只是突然有一刻 对他再也没有了期待罢了 师父 为什么现在的人对感情越来越紧盛了呢 受的伤多了自然就有了免疫力 不会孤独吗 每个人都是这样 一开始以为感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 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偏偏就是感情 所以最后也不再介意孤独 总比傻傻爱一个人舒服